政治人背後有自己的政治計算 任何由他放出來的利益給你 其實他都要求有回報 政治回報很難還 還有一點就是 少一點去干預 不懂事的 出小句聲當幫忙 你看看 今次 造死了一個五家郎 多無辜 要推動這個體育 是需要普及化和精英化 這兩個同時並行 精英現在是體育學院 還有培訓精英運動員的計劃 在這方面投放的資金 還有很高興 我們都看到很多商業的贊助 我曾經說過 你看李衛斯 出場的時候 那件戰衣 但是這件戰衣在他平時練習的時候 是有很多贊助商的東西印上去 出賽當然不可以印 不要覺得眼花撩亂 別人給得錢 我覺得是對的 應該 你給我位置 對 很需要 大家知道這件戰衣 花了600萬 當然不是為李衛斯 我們看到的所有單車選手 都是穿這套衣服的 但我覺得有需要改善 因為 我每次看不只是李衛斯 其他運動員 都經常拉那條靈 似乎 令到他們有些不舒服 可能要進一步改良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商業贊助 融入體育的元素 我覺得沒有問題 應該要多一點 因為 不是放到他們的袋子 是放到整體上 我知道林大輝 昨天在美國 很快下城了 裡面 是有科技 推動體育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去提升 這件事很重要 我想 除了科技 他們有心理 有心理專家 是隨隊出發 運動員做心理 我想是全方位 去培訓這個運動員 但我想說的是 第二點 關於普及運動這方面 普及 好像做到的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場地 在過去十幾二十年 真的增加多了 但是各位 你容不容易預約到場 還是排隊黨 已經一早做了事 這個是一個問題 怎樣去解決這個預約場 怎樣將它細緻化 甚至乎 在學校規劃 在學校規劃裏面 不如 讓一些場地 建在學校 現在大家看到 很多學校 是同一個職 是 一式一樣 一式一樣 不是 有籃球場 你可以有其他的 有些學校 有容許的時候規劃 給體育館 行不行 是 沒有的 這個很羨慕 日本動漫 經常看到 每間學校都有一個體育館 所以有排球文化 籃球文化 我是因為 我的學校有體育館 我曾經是看操隊 我的學校是不同的 我有大操場和小操場 是合規格的操場 還有一個體育館 其實這件事 香港說 喂 地 太少 規劃而已 為什麼一式一樣的學校 那麼小 如果學校有齊設施的時候 什麼小孩 經常去外面參加很多班 作為父母 你現在會漸漸明白 將來那些所謂的興趣班 不便宜的 如果你要普及的時候 是否首先由政府提供一些設施 將收費相對上減低 去到普及這個運動 除了普及 真的要行精英制 有潛質 因為很多人普及 是為玩而玩 或者為交代 一體一毅 一體一毅你迫要參加 但是他們為了健身 或者強身健體 或者保持一個運動 如果有潛質運動員 就真的應該 讓他們在精英培訓這一列裏面 那不公道 什麼叫不公道 他有這樣的潛質 如果不幫他手 這樣才對他們不公道 所以在這方面 是要撥錢去 但是 我覺得在體制上 是不是還要想 我不是針對霍家 我不是針對霍家 而是為何可以 父傳子 子傳孫 好像是霍家 王朝主宰了本地的體育政策 那是不是應該要公開呢 不要像將來變成一個竹種 這樣也可以 家權你剛才 信息量很大 是為了香港整體育政策 或者整個體育的狀況 做了一個很宏觀的檢討 我們在說普及的體育 其實我不知道 香港人 或者我們的聽眾 知不知道 我們其實每年都有 全民的體育日 有香港的運動 運動會 但是有多少人會去參與呢 講到排隊黨 為什麼排隊黨會有經營的空間呢 就是因為 自從經濟學 他討論的就是供求 正是因為一場難求 所以才可以有一個日價給他們吃茶價 但是回頭 如果我們看到有些運動場 未必會full booking 會丟空的時候 又會有人會覺得 不如那塊地沒有善用 拿來蓋房子 如果我們看回很多社區的規劃 其實很缺乏很多運動場地 我們寧願把它蓋房子 因為住屋的問題也解決不了 你還打算去做運動 但是我們家裡的空間 其實是沒有衝突的 你把地積比率好像 譬如家坑灣 他要有公共設施 你要幫他蓋 白箭箱蓋了出來 就交出來 是這樣的 你的地積比沒有影響 你上面比你高一點 但是最慘的是 連政府都在用這個思維 覺得 這個地方不宜 我們拿回那塊球場的地 用來蓋房子 現在要什麼都要找 多小的地都挖出來蓋房子 所以你發現 在體育的裏面 是可以 或者跟體育相關的東西 在社會裏面 是相對上容易被犧牲的 我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不要先考慮體育 以致為什麼我們過去出現了 有些官員說過的說話 就是體育的經濟效益 是沒有的 他不覺得體育有經濟效益 是啊 但是其實 我們的前一任特首就是這樣 但是本身 體育就是一個龐大的經濟效益 剛才你說到 那些運動員的戰衣 他的戰衣背後的科技 不單單是用在運動員身上 其實它是可以產生一些新的物料出來 用在制衣未來的一些成衣的發展 還有一件事 是令到 大學的科研人員 是不斷在他們的科研領域裡面鑽研 亦都可以產生一些 國際知名的新的科技出來 所以如果這樣去看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多的部分 一直都沒有用到盡做得好 剛才亦都看到 整個香港體育的事業裡面 有個別的家族壟斷了 我就覺得 如果他一直做得非常之好 都還無話可笑 最慘的問題是 他做得不好的時候 你又繼續讓他繼續做 甚至乎過去 其實我們試過有一些調查 政府的審計 是發現到 一些體育會 那些協會等等 在管治裡面有很多問題 你看榮總已經是 但是結果呢 就是等他們去自我監管 於是這個問題就繼續 有些人說不是的 榮總有問題 香港那個 奧委會 香港分會 榮總那個主席 是香港奧委會的委員 全部都是 那一堆的 所以在 這樣的狀況下 其實我們的體育政策 或者整個體育範疇的東西 都需要很多大刀斧斧的改革 但是 這些改革 一定有很大的阻力 因為背後 就是很多利益的關係 很多權力的關係 在裡面 既低利益者當然不肯 下放這些權力出來 而這些呢 這個權力 可能有利益的 而這些最後回到 又是跟制度 或者政治制度有關 政治制度 又牽涉到特別現在選委會選舉 選委會很大 現在又可以自己選立法會議員 又可以選 去投票 去選特首 這些屬會 這些 亦是有機會成為選委 擁有政治實力的時候 所以說體育 怎會跟政治沒有關係 你不看做頭的時候 將來我做了行政長官 我撥撥資源給你 是 這個 大家 看著臉色做人 那是怎樣呢 各位 如果 要 由一個政治人 去推動這件事 很危險 是 因為 政治人背後有自己的政治計算 任何 由他 放出來的利益給你 其實他都要求有回報 政治回報很難還 還有一件事 少一點 去干預 不懂事的 出小句 當作幫忙 你看 這次 造死了一個五加浪 多無辜呢 其實五加浪 排名很高 嗯 他居然打得那麼差 我不說他一定贏得到對方 但是沒有理由打得那麼差 事實上我們撇除五加浪的表現 本身他就不應該要面對和經歷 那種被批鬥 我聽 有人說五加浪是很無辜 睡醒後突然有人這樣說他 就是因為穿了黑色的 但證明他 因為他第一個回應 當時第一個回應 我相信是一個很直接的回應 我選一件舒服的衣服 這個是他第一個回應 你現在強行 要他 選一件衣服 我沒有批評過Filla 其實Filla已經很幫忙了 這個品牌已經很幫忙了 無緣無故牽涉了在內 但是根本不適合 他不是做起羽毛球的東西 別人歪歪是做起羽毛球的 你看他的對手 完全 他經常都 搭著身體 還有一件事 每一次 圓一圓停一停 要揉一揉的衣服 是不是拉著呢 還有 衣服也是其次 無端端將他成為一個政治的磨心 你說多麼挫折一個運動員 何思培都說 那個 心理狀態 佔了八成 這個東西 無端端 你想想他那幾天 他其實只有兩三個時間去調節身體 他就是為了應付李穆家俊 成為全港討論的事情 如果他能學李穆家俊 放開電話是不看的 李穆家俊是不看的 可能沒有事發生 我想 我們也可以想像 吳家朗 或者一個運動員 甚至不是運動員 一個普通人 在這個過程中 你擔心 不只是自己的體育表現 會不會有後續的東西 需要有些後果呢 會不會因為這樣影響了我運動員的生涯呢 會不會因為這樣 不單止影響我自己 還有我的隊友 整個教練的團隊呢 因為再一次要說就是 雖然最後站在那個 班長台上的 可能是個別的運動員 但是其實整個背後 不是一個人的事 李穆斯的成功 昨天李穆斯說得好 其實 跟團隊 是很大關係 而團隊也不只是 去服務這個李穆斯 其實是整個單車隊 還有其他運動員的選手 於是你可以想像到 要思考的東西 不只是單單自己的事 還可能涉及到隊友 涉及到自己的教練 教練的團隊 以至到整個團隊的其他支援的人員等等 於是你就很難在當中 我不理那件事 我覺得是不理的 你這麼大件事 尤其是現在 在國安法之下 我相信 運動員的思想很單純 有時候不會 不懂得想的 有時候會 我怕 被你這樣說 都不能即時問法律意見 其實我這樣會不會有事 真的不知道有沒有事 是啊 總之 穆加進就沒有事 吳加浪就有事 所以 出小句聲 當幫忙 如果真的要出聲 就是為建設 我們整個體育運動 當然 我想我們現在 也處於一個新的社會時代 你批判 特區政府的體育政策 會不會因為這樣 衍生了一些新的問題 出來呢 你想建設結果 反而被修理 但是我們如果真的從一個常理 或者一個 香港的體育政策 正面推動去思考 我們其實真的找到很多的問題 在當中 也那些問題 其實是很影響著 運動就不是我和你這些 老人 有那麼上一年多 再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我們看得到很多的 青年的一代 年輕的一代 現在他們這個年紀 在整個社會氛圍下 本身已經是被 放大鏡去照著 究竟體育政策 可不可以配合 他們這個年齡 年齡群的需要 也是一個新的領域要探討 是的 每樣東西都無錢不行 但是投放在體育上 其實相對其他亂洗無為的錢 值得的 你看得到 蚊比和牛比的分別 現在林大輝昨天說 他剛剛上任 做體育學院主席的時候 每年兩億 原來這麼少 我們的國安處一年都用八十億 三年 但是有很多編制上的東西 是歸納其他的 好了 然後到現在 只不過是七億 但是需要注意 他的體制大了 支援的精英運動員是多了 其實相對上 是不是增加了呢 按比例上 其實需要注意 應該投放多些 但是記住不要藥石亂頭 還有 最重要的一件事 不要分配得不公道 不要進入自己人的口袋裏 而從維穩的角度來說 你看得到一次的奧運會 可以令到香港人 能夠放下眼前 暫時的優秀 然後全程 投入去 支持那些運動員 只是這個回報 就絕對不 超過七億 各位 香港政府 在過去的年多 花在海外公關上 那個花費 九千多萬 你想想 不如 放在我們的運動員身上 並非呢 所以